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嘿 各位小伙伴大家好 上一讲我们讨论了选择研究课题的三种途径 这一讲我们要来谈一谈 在选择研究课题的时候 如何确立具体的研究目标 总的来说有两个原则 我把它总结为八字方针 也就是大处找眼和小处找手 第一个原则是大处找眼 也就是说目光要远大 不管我们目前自身的能力 或者自身的资源是多么的有限 我们总是希望尽可能的 能够参与到一些有重要意义的大事业中 从而说我们的工作更有意义 如果我们局限于自身的能力 而只干于做一些细枝末节的项目 那么我们的工作很难有大的影响 我们也很难长久的对我们的工作保持热情 更重要的是我们丧失的是成长的空间 第二个原则是从小事找手 也就是说不管我们的理想有多么的宏伟 我们每次的进步都应该根据自己现有的自身的条件 踏踏实实的从小事做起 这两个原则看似矛盾 其实不然 其中最关键的点就在于 我们要有能力能够把我们手头所要做的小事 和我们心中所要完成的大事联系起来 如果我们只关注眼前的小事 而没有心中的大事 那么我们的项目可能就会流于苟且而没有意义 相反 如果我们只关注心中的大事 而不去做手头的小事 那么我们的项目可能就会陷于大而空 其实先前我们在谈论引言的写作时候 我们已经提到 引言的一个重要作用 就是要把我们手头的小事 和我们心中的大事联系起来 或者说就是要把我们当前的研究目标 也就是objective 和我们常委的目标 也就是go 联系起来 如果把我们的常委目标 比作一座宏伟的建筑 那么我们的当前目标 可能只是一个小小的砖块 在实际中 我们的常委目标 通常是和许多别的研究者共享的 通常来自世界各地的很多研究者 为同一个常委目标而努力 分别做出自己的贡献 大家的贡献合在一起 就能完成一个伟大的事业 而我们的当前目标 通常由我们自己所独有 它可能非常小 但是只要它朝着正确的方向 我们把它放在一个正确的位置 通过长期的累积 或者和旁人的叠加效应 甚至是杠杆效应 它最终的影响也会很大 可以说我们的长远目标是终点站 它为我们的研究工作指明方向 而我们的当前目标是里程碑 它为我们在本篇论文中 所要完成的工作提供评价标准 当我们制定研究目标的时候 我们首先需要明确我们的长远目标 而我们的长远目标通常 应来源于真实的市场需求 研究本领域专家的建议 或者是主要科研基金机构的服务宗旨 对于我们制定我们的长远目标 会很有帮助 在明确了我们的长远目标以后 我们再根据自身现有的资源条件 来制定合理的当前目标 一旦我们明确了我们的当前目标 和长远目标的关系 那么我们的论文的写作 也就会变得非常的顺畅 这一张图实际上显示了学术论文的一个典型结构 在影源段我们一般从一个较为普遍的大问题出发 或者说从一个能够引起很多读者共鸣的长远目标出发 通过发现关键需求逐步的细化 从而制定一个合理的当前目标 在我们论文的主体 也就是中间段 我们根据我们的当前目标 制定具体的任务 得到具体的研究结果 在论文的结论段 我们首先把我们得到的具体结果 和我们的当前目标相比较 然后呢 在我们得到的具体结果的基础上 重新论述我们的当前目标完成以后 对我们长远目标所做出的贡献 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一篇完整的论文 要想能够明确的论述 长远目标和当前目标的关系 有效的论证当前目标的合理性 我们必须要有能力做好文献综述 那么下一讲 我们就要来讨论 做好文献综述的两个基本要点 谢谢大家